猪血和豆腐营养丰富,我们要经常使用 很多人猪血买回来,不知道怎么做 今天的这个做法,您可要收藏好了 做出来滑嫩鲜香,又营养 保证你能多吃两碗饭 吃完连汤汁都不剩 把切好的豆腐和猪血放入水中备用 锅中烧水,里面加入两勺食盐 再把食盐搅拌化开 接着把豆腐和猪血倒进来 食盐水使豆腐和猪血更Q弹 不易碎,也可以去除腥味 水开以后,再焯水两分钟 然后盛出来备用 接着我们来切点小料 切点葱花备用 然后再切点姜粒 然后再切点蒜粒 再准备几颗小米椒,切成圈 全部切好,放入盘中 再准备一小把韭菜,切成长段 切好,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块五花肉,剁成肉馅 剁好以后,放入盘中 接下来起锅烧油 油热以后,把肉沫放进来 把肉沫炒香炒散炒出里面多余的油脂 炒好以后,把小料全部倒进来 再加入一大勺皮线豆瓣酱 把豆瓣酱炒出红油以后 再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再加入一勺食盐调味 再加入一些炫膜的白胡椒粉 适量的生抽 适量的蚝油 用勺子搅拌均匀,把汤汁煮开 煮开以后,把豆腐和猪血放进来 大火再煮至三到四分钟 煮好以后,再淋入适量的水淀粉 把汤汁收至浓稠 接着把韭菜放进来 家里有砂锅的 可以放入砂锅里面再炖上五分钟 这样口感更好 炖好以后,我们看一下 哇,简直太香了 看着也非常的有食欲 搭配米饭,绝了 豆腐和猪血非常的滑嫩 汤汁营养又美味 看完记得点赞关注,收藏与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